Hello 大家好 我是房车情报的栗子 我现在在2023东方时尚北京房车展的现场 这一次我们来到了去风房车他们家 看一款他们家新发布的680PLUS 那么我身旁这款车呢 就是来自去风房车他们家的680PLUS了 这款车是基于福特全顺V362维底盘 打造的一款B型的商旅款房车 车身外部尺寸长度5米3 宽度在2米06 高度在2米4 整车其实是一个比较小型的B型房车 那么对于咱们的新手上手的话 驾驶的灵活性也是比较好的 那么整车的外观呢 是采用的非常一个低调内敛的这种商务黑色 看起来也是比较高级的 那么车窗呢 也是采用了这种防窥探的这种车窗处理 那么作为一款商务车来说呢 它上面这绝对是标配了 车身上方呢 也是配备了这种遮阳袍 平时咱们出去玩的话 太阳大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驾驶室内呢也是一个比较精致的内饰设计 那么多功能方向盘 电子挡杆都有配备 动力上呢 搭载的是一个2.0T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了一个9AT的自动变速箱 最大功率是105千辆 那么在主副驾驶位之间呢 还有一个52升的首幅冰箱 那么日常咱们出游的时候 自己喜欢喝的那种饮料放在里面 尤其是夏天 那随手拿出冰淫的感觉 一级棒 拉开车中门就能看到中部的两个航空座椅了 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调节等功能都配备齐全 那么让你在路上也能有舒适的坐成体验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另一侧的这个航空座椅 它是可以向后旋转的 与后方的这个环形沙发形成一个会客区 尾部呢是一个环形沙发的设计 中间啊配置了可以升降的这种餐桌 那么日常咱们白天的时候就可以坐在这里用餐 晚上的时候呢 餐桌降下去还可以变为一张床铺 除了沙发拼床以外 顶部还有一张电动升降床 晚上休息的时候不想睡在这儿 咱们就一键启动可以睡在上方了 其实这款车内部的这种内饰设计啊 我本身还是比较喜欢的 它是那种黑色搭配这种橙色跳色的设计 其实这种配色啊 在车上还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它这种冲突的撞色 看起来并不觉得让人讨厌 反而有一种特别高级的质感